中天晨報 然后呢我还看到的是Calvin SimDH利好Yippee5247 Yippee你今天非常的早 然后呢奥里斯伊凡飘过的文贤加龙 好还有这个是泽地翠方多泽荒野狼八神烟 然后王金科陈一泰路过的小汤圆 好我看到非常多的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加入我们了 还有这是吴明勋叶大雄杨成光 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那么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汤圆要来帮大家读读报 新闻头条我们要先看到的是呢 大陆海警法在今年二月生效 引起周遭的邻国强烈的疑虑 那台湾美国今天将在外交部 要来签署台美海巡合作了解备忘录 那会由外交部长吴钊燮 海委会主委李仲威 海巡署长周美武 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 共同宣布 那由于蔡政府上台之后 海巡署是快速的往第二海军方向来转型 那加上海委会海巡署相继有海军接掌 军方的色彩是越来越浓 那合作备忘录似乎让过去 只做不说的军事合作台面化 也让双方的准军事同盟 有了想象的空间 那根据了解台美之间呢 向来就有海巡合作 那这一次签署异象书 是因为大环境政策改变 才会首度把过去台面下的合作公开化 那就包括了议题制度化 项目民文化 无设舰艇协防 那现阶段台美海巡的合作项目 就包括了海上救难互助 美国的教官会来台协助 这个战训战绩 那海域的水文情报交流 以及我海巡署的人员 会赴美国海岸巡防防卫学院受训等等 好 那我们持续来关注我们的军方 为了要因大陆军事威胁 那国防部将远程打击 纳入了重点建军要项 中科院昨天在立法院是首度证实 要来研制相关的飞弹 中科院的副院长林金旭就表示了 目前量产的弹种有一种是陆基发射 那基于发射的距离无法公开 那另外科研案有三种 根据了解中科院已经量产 这个具有远程打击能力的飞弹 是已经部署的这个熊二一巡鸽飞弹 射程大约就是600到800公里 那至于科研案的三种 也是正在研发还没有量产部署 则有两长一短 两长一个就是增程巡鸽飞弹 那射程大约是1200到2000公里 第二个是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地对地飞弹 虽然射程范围是可以涵盖到北京上海 以及沿海各大重要的城市 但是我国只用在军事目标 那一短则是指射程大约是300多公里的多管火箭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大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22号到25号是赴福建省南平三明福州等地考察 那根据报道指出 其实习近平这个行程 他并没有去视察对台军事单位 那谈到两岸的时候 他提到要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 要迈出更大的步伐 要突出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那由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就是凸显 大陆目前对台政策是软得一手 那习近平这个涉台讲话提到的三个融合 其实刚好就呼吁了 大陆总理李克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当时他是怎么说 他说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 和在大陆是享有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 那就是要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同行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所以这是当时李克强讲的话 好那么尽头我们要转到的是 这个长荣海运 这个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25号是正式的宣布 由于长荣海运的巨型货柜轮 长四号是搁浅阻碍了水上的交通 那苏伊士运河已经暂时停止航行 那英国的劳河船舶协协会就估计苏伊士运河每次停航一天啊 就会造成96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2747亿元的损失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来关注啊 那现在呢长四号23号是意外的 就是卡在了埃及苏伊士运河 那搁浅至今还是没有办法脱困 那海上救援专家就指出 28 29号是最佳时机 因为当时呢这个水位涨潮达到高峰的时候 是长四号的最佳脱困时机 如果错过了这两天 下一次要等12到14天 才会再一次的迎来大潮 那长四号呢日前就是因为疑似 强风吹袭 在苏伊士运河他就偏离航道 并且搁浅严重的堵塞双向交通 至少150艘的货船是大牌长龙 那事发当时运河管理局 曾经就少来8艘托船 想要试图的把长四号给脱离岸边 又派出了挖土机来挖开岸边的泥土 但是都没有成功 那一度有传出了长四号被依靠岸边 那局部拖浅 但是后来证实这个消息是不实的 是假的 那这一招船呢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动弹 运河管理局开始要让其他的船只改道 新京旧航道通行 希望能够缓和几色的情况 好那镜头要转回到我们国内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苏花公路日前发生的这起游览车撞山壁的意外 造成了六死三十九伤 那部分的乘客是连人带椅 就这样给抛飞出去 那运河会主委杨洪志 前天就指出了车体结构有系统性的问题之后 昨天是再度点名 一般靠窗边的这些椅子呢应该是要有四根钉子把它锁死 那这个事故的游览车却只有两根 那另外两根呢意思就是用U型夹夹在车窗脖板上面 那这是否就意味着少了这两根应该锁在车底的螺丝 好 杨洪志表示就是可以这么说 他就强调会发生问题就是用夹住的方式 认为座椅和车体之间的SOP没有被关注 好 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 攸关超过千万劳工权益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罚草案 昨天在行政院会通过 那未来四个人以下的微型公司强制纳保 雇主呢如果没有替劳工投保将会被开罚二到十万元 那另外投保薪资的部分新法将执载保险与劳保脱钩 执载保险投保薪资上限由现行的四万五千八百元 是一路提高到了七万两千八百元 增加对高新族的保障那预估会有165万人受贿 好 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东元董坚呢即将改选 那引爆了家族三代意见不合 东元集团的会长黄茂雄发出了庶民的公开信指出 对最近媒体是大篇幅的报道 他和长子黄玉仁的相关事宜 那是引起了各界的疑虑 为了自己交足五方 那这个深感歉意 他也发表了致歉的声明 但是不久之后 东元阿嬷林明爵呢 就发表了公开信 支持董事会世代交替黄玉仁来担任董事长 那文中是希望黄茂雄真正 将东元放手给年轻董技术的下一代 那一场董监改选 引发了东元家族三代意见不合 也正式浮上台面 以上就这节读报提供给大家 赶快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以及YouTube中天新闻频道 参与谁想要互动直播新媒体 共享舒安人线上一起报新闻 你最喜欢的主播相关随时点点名 好 我们先来感谢Fishly的斗内 他说超级喜欢小汤圆 紫色小汤圆超漂亮 请小汤圆喝杯美人鱼咖啡 好 非常感谢你 然后呢 好 再来感谢阿斌的二度斗内 他说呢 朋友问我中天 那么多美女主播 为什么你只爱小汤圆 他说我只要一零一出现 马上变斗鸡眼 除了小汤圆我谁也看不见 斗鸡眼应该是谁都看不到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点点名哦 我看到是吉普赛 杰西卡 翻滚的罗伯头 好 Eric Young 我看到你了 朱炳谦 刘如峰 Walter Rudin 好 然后呢 我看到 还有是Scott Lai 以及呢Maric M 无冠军 Mika Hakkinen 好 Mika Hakkinen 恭喜你 赶上的手搬车 还有这个是Duck Duck Lee 我以前好像没有见过你哦 好 欢迎大家持续地加入我们 也欢迎大家 搭扫我们首班的小探员车车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 是疫苗口机的部分是怎么一回事呢 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夸口 金门的医护人员 接种疫苗的意愿是百分之百 是全国最高 但是金门医院有一名护理师 他是打脸说 这个护理长私下暗示 如果不愿意接种AZ疫苗 那口机恐怕只有一等 那就让他们倍感威胁 不过院方是澄清 绝对没有这件事 那至于外界质疑 那你百分之百的说法 从哪里来的呢 指挥中心是推说 可能是物质 卫力金门医院院长率先接种AZ疫苗 指挥官陈时中甚至称赞 金门的接种医院是百分之百 全国最高 但却遭金门医院护理师狠狠打脸 在群组中调查同人对疫苗的施打医院 截图当下只有六人投票 兜头愿意接种 但不要接种AZ疫苗 没多久 护理长又传了一句 请大家把握时间 以免自误考核成绩 这句话让医护人员觉得 是在用口机威胁表态 但口机威胁似乎没能奏效 因为虽然投票人数增加 愿意接种的人数还是挂零 明确表态不愿意的 反而增加变成三人 直接挑明不想打AZ疫苗的 更上升到十一人 民众一面倒认为 用口机威胁打疫苗非常过分 用强迫的好像不怎么妥当 这个是有点夸张 百分之百去打护肖 应该是不太可能 投诉人还爆料 护理长私下暗示 如果投不愿意或是不想打AZ疫苗 口机恐怕只有一等 金门医院立刻否认口机威胁说 汇胁那样是只是说 希望在时间内能够尽速的回答 至于到底是谁告诉陈时中 金门接种意愿百分百 指挥中心感不敢说拿口机 比接种是捏走出来 可能是温局跟医院这边是不是有误解 这个调查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情形 所以那个误指这个结果 究竟是误指了什么才让医护误会 没打疫苗口机会变烂 指挥中心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说清楚 想明白 记者李军龙 菜山金门采访报道 好大家 刚刚那个巡异飞弹 小太人讲成巡鸽飞弹 差一撇差很多 在这边跟大家更正一下 我有看到留言区很多人在提醒我 好谢谢大家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谁 这个是随心话 还有高雅 Alex Wang 波特路过的昆县 还有这个是戴秀莲 还有小姐黄 好小姐黄我有印象 还有小中杰baby shoe 潘子一路过的球球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加入我们 那么回到这个疫苗的新闻上面 台湾的医护已经开始分批来施打AZ疫苗 但是呢也传出有副作用 那到底当时采购的流程是怎么样 是不是由政治人物介入呢 那资深媒体员陈辉文就痛批蔡政府 强迫医护打疫苗 甚至传出不打烤鸡就打乙等 好采购过程也是一蕴重重 到底花了多少钱 他就说调查局早就该介入调查了 这么敏感的事情 他觉得侦察报告应该早就出了 从去年东洋破局 那个时候就应该查了 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 然后现在演变到这地步 我们看到韩国 韩国他对他的医护人员非常的照顾 所以韩国他有不同的疫苗 他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打的是辉瑞 我让第一线打辉瑞 然后疗养院的那些比较年长朋友 我让你打AZ 因为在欧洲说 这个AZ对65岁以上的朋友的 效果比较好 那我刚好让你打AZ 那我的防护力比较好的这东西 辉瑞的部分我让你第一线打 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我们花了钱 又在你以前跑过 总统府立法院 你跑过这么多新闻 你有没有看到说 今天一个指挥官 一个卫福部长 他在立法院面对立委的咨询 国民党立委问他 他是不讲的 不讲 在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所以我们很多记者问了 中天的记者被刀 中市的记者也被刀 自己去查 然后连民事的记者发问也被刀 我想他也蓝绿都不分 一视同仁都刀 你看他在立法院不讲 他在指挥中心也不讲 可是他跑去绿媒讲 哪有这种事情 没有 陈部长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招条 我们都招条都看过 没有人这样处理的 你第一个应该讲的地方是立法院 再来是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你怎么可以拿这个去做人情 然后你跑去犹台讲说 我可能买贵的 什么叫做买贵的 又是买贵的也没关系 以色列花三倍 以色列也买贵的 可是以色列打完了 对 你把我争取了 你说买贵的我 你买贵要快 对嘛 你又贵又慢 你是叉叉吗 不要骂张话 我们不是馆长 你是空的吗 又贵又慢 你把我们当盘子吗 人家以色列买贵的 人家打完了 覆盖率全世界第一名 我们都没话讲 人家我就花三倍的钱 我钱多你怎么样 我就花三倍把他买回来 然后亏罪就给他 给他就打完了 对 因为以色列人口没多少 八九百万人而已 他就打完了 他打得非常 效果非常好 我们花的比较贵 我从来没有批成部长说 你为什么买比较贵 这个话我讲不出来 可是你花比较贵 没拿到 我要问 我要查 你看陈玉政委员 他这表现非常好 他在立白 如果我成立调略小组 就反对的是民进党 不能调略 这样对 没帮助 既然陈子终点说 满足立委的好奇心 这种话他都讲得出来 讲这话能听吗 不是立委好奇 他又不是好奇宝宝 立委他是要执行他的职务 而且我必须想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侦察报告 不用立委开调略小组 调查局就应该动手了 你早就应该去查 那个无姓立委 那无姓立委你也认识的 任典委 我的意思说 如果有 如果真的那个无姓立委 真的有涉案 早就该抓起来 如果没有你也应该还他清白 他已经被传好几个月了 好然后我们要来感谢 这个吉普赛 他说看见小太太这么可爱 不抖内不行的 好我们看到你了 然后还有这个是 我还看到的是张森荣 猜就孙可华 这个半橄榄油 意大利面 好高雅 我都看到大家了 我也会陆陆续续点名 还有这个路过的米粒 他说小太太想着明天 要休两天了 没错我要去休假了 然后还有还看到了谁 赵伟雄 翁铁城 还有天涯行 他说台湾有钱 但是要慢慢满足人民的需要 我们现在真的是 非常的需要疫苗 但是我们来看到 蓝绿最近为了成立疫苗 采购调阅专案小组 展开了议事攻防 24号民进党最后是同意要成立 但是成立的日期 还是需要朝野来协商决定 那对此国民党团的总招 废洪泰昨天是向民进党团喊话 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多数霸道的形式风格 那卫环委员会下周也一天 也会排两个议程 下周日起国营事业预算要审查 不惜祭出焦土战 到时候将会一并的要求 尽速来成立调阅小组 好 所以我们持续来看到 这个蓝绿立委在未还委员会上面 是吵得吵翻天 那有立委就质疑 拿出采购合约书会被中共给渗透 好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上了广播节目 就说了为了监督政府 不怕被抹红就怒呛 民进党才是共同路人 你觉得中国大陆需要看到 这一本合约书 不管透过谁 透过我透过谁 然后他才能打压 台湾的疫苗采购吗 我觉得你们太轻忽对手 我觉得民进党太轻忽对手 太低估对手 我真的还怀疑民进党 才是中共同路人 中华民国才是我的国家 我监督中华民国才比较重要 中国大陆做得好不好 他跟我什么关系 干嘛 三立好像 比如说三立天才 天天在监督中国大陆 到底国家是哪一个 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每天去监督别人莫名其好 好 再我们要看到 品牌联名往往能够发挥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 也让全台市掀起了一波 联名商机热潮 迎接春天换季 知名的服饰品牌 游泳库这回是特别携手 法国经典品牌 电影 漫画 动漫 还有日本文创等四大领域 推出了多款联名服饰 那就包括了人气电影 格吉拉 大战金刚 还有侏罗纪公园 而因应即将到来的儿童节 也特别跟人气卡通 角落小伙伴合作 推出了多款同装 即将陆续在三月底 上市贩售 哈喽 立刻 假如 中天会员 每个月小额赞助中天 支持中天维持盈利哦 加会员方法 请到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找到加入键点下去 不知道如何加入的话 可以打中天客服电话 有专人教学哟 好 这一节台湾大小时 我们要先看是阿里山森林火载 是连烧五天 那大约是1.6公顷 国有林地烧光光 那也是近五年来 迦南地区最大面积的森林大火 检警现在是朝着 人为因素照获侦办 加一地点数25号就表示了 已经主动分案调查 就是希望能够遏止不肖分子轻扑 小小的星火也可能造成的公共危险 但是苦于广大的山林 缺乏监视器 或是有力的激震 要查个水落石处 恐怕是颇有难度 好 我们持续来关注 苏花公路撞山的事故 造成了六死39伤 腾龙游览车乘客 甚至被连人带椅 就这样抛飞出去 那越安会调查的报告出炉 直指车体的结构出了问题 那运安会更是惊爆 连续三年 从苏花撞山到台62线 撞护栏的事故 靠窗的座椅固定的方式 只用两颗螺丝钉固定车底 非常的危险 交通部未来不排除 要召回所有的客运车辆 来进行安检 腾龙游览车在苏花公路撞山壁 逃生门破了一个大洞 座椅喷出 还有乘客连人带椅被甩飞 运航卫首度公布事故报告 死伤惨重意外 指向车体结构问题 建议全面检视游览车 以及国道客运的座椅 安装固定方式 院安会惊爆靠窗椅 少了两颗螺丝固定 将部连夜下令 召回打造腾龙的业者 民胜公司旗下718辆游览车 清明前检测完成后才能上路 也影响了廉价旅游团 让业者错愕 质疑为何政府有两套标准 业者都很错愕 因为我们取得的车辆是合格的 国家不同的单位 说这个有问题 那试问这样的国家 还能取信于民吗 安全啊 必须跟时间赛跑 这样的车体公司打造的车 现在如果还在路上跑 国人也会不安心 另外一位调查发现 除了三月中旬 苏花公路撞山壁事故外 三年前台62线游览车撞护栏 以及去年中杨明山追撞 都出现座椅奔飞状况 出判应该是系统性问题 到底有没有一致性 就说你是用检测车的标准 来打造这个游览车 交流部不排除 全台15000辆全部召回 甚至修正新车安检规范 行政书师就责 无上线两个月内出炉 追查事故原因 拒绝让悲剧重演 记得综合报道 好 我们要先来感谢斗内 但是你好像在考我们大家的 这个中文试字能力 因为我们刚刚大家都在查到 怎么念 你是念商业贵吗 是这样念吗 如果不是的话 你在留言区纠正我们一下 但是呢 非常感谢你的斗内 还有另一位呢 Henry Liao 我们也是要来感谢 Henry Liao的斗内 好 非常感谢两位 那另外呢 好 既然在感谢斗内 我们就顺便来点点名了吧 我来看到这个是 Darren887 还有老爷别这样 这个贾文和路过 然后我尽量再点 刚刚没有点过的 这个是达哥 Kathryn LV 还有这个是刘忠裕 好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苏花公路游览车的事故 造成了六个人死亡 那运案会是认了 这个乘客座椅 少了两根钉子 固定呢 恐怕是造成伤亡的主因 让交通部是紧急的 要来召回啊 民生还有陈运打造的718辆游览车要检查 那国民党前副秘书长蔡振元 晚间就爆料了 真正搞鬼的是经济部工业局 还有台南市某民进党立委 政府当初就鼓励业者 购买这家的车辆 就是因为呢 台南市某民进党立委 频频的关心 国产车辆打造业者 那经济部工业局的某位科长 也适事配合上下其手 游览车业者只能傻傻被关照 到底要买什么车辆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这一起公安意外 发生在南投信义乡 好 趁着干旱水位降低的时候 正在进行轻鱼工作 一辆砂石车呢 是突然从十多公尺高的铁桥翻落 驾驶呢 肩胛骨肋骨断裂 第一时间业者没有报警 甚至也没有叫救护车 等到家属到场了 才紧急将人送医治疗 那家属更是痛批业者 到现在都没有慰问商讨赔偿金 那南投信书呢 甚至说因为是围桥市沙市场 为了要方便建造 并非他们的建设 让家属呢 现在是非常的气愤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 这个真的是飞来横祸 25号早上呢 台南安明路北上的车道 一部一影车啊 它正要超车 但是呢 却看都不看 它就直接把右边车道的这个轿车呢 直接往右边挤 好 轿车被撞之后 是失控90度大转弯 就这样冲落了路边的大排水沟 前方影车原本开在内侧车道 3秒突然往右切 好像根本没看到这辆小客车 轿车左摇右晃 其实90度大转弯 时空冲出去 轿车如自由落体 摔进大排水沟 再看一次惊险画面 当时影车要超车 把轿车摇来摇去 但根本挤不赢大车 一挤就冲到水沟 影车驾驶发现后 才赶紧把车停下 这辆车泡在水里 超客零件通通浮在水面上 小情侣脱困爬上车顶 等人救 救能人则是架好梯子 两人一步一步沿着阶梯爬上来 想到都冒冷汗 身上只有多处差处上 然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因为就发生在25号早上10点半 台南安民路北上车道 运车驾驶自称 没看到有车被撞才会用马上开走 索性被撞的前路档只有轻伤 只能说真的好倒霉 好多人开的路上 却莫名其妙被撞下水沟 记得了马嘉瑜台南报导 欢迎您成为中天会员 中天新闻近400位员工 感谢您的支持 因为您每月固定小和赞助中天 将实际帮助中天新闻维持营运 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我们坚定向前 捍卫言论自由 民主制衡 加入台湾奋起的行列 回归人民最大 这才是我们守护的中华民国 公里正义与我们一起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感恩您 早上六点二十五分 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已经放晴了 今天是三月二十六号 星期五了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周休假期的到来 那目前台北市外头 这个温度已经回到了 十八点六度左右 那今天降雨几率百分之十 今天一样一整天 水气都是非常的少 我们先看到卫星云图 来关心一下 那今天呢 东北季风是减弱了 所以其实呢 各地的温度会慢慢的回升 但是清晨的时候呢 还是有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西半部地区啊 天气上来说是比较凉一些 那么低温的部分呢 今天低温啊 其实也是慢慢的在回升当中了 那像是北部啊 这个低温大概还是在十四十五度左右 但是你到了中南部地区的时候呢 低温大概可以回到十七到十九度 而高温的部分 好高温当然是更加的回升了 今天北部地区的高温 可以回到二十三到二十六度左右 所以跟昨天比起来已经回升蛮多 那另外中南部地区啊 这个高温当然会更高了 可以来到二十七到三十度左右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好 各地会慢慢的回温 而且最主要从今天下半天开始 真的是会感觉到越来越热 而且这样的好天气 可以持续蛮久的哦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 定量降水预报图 来关心一下 今天白天呢 基本上就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这边山区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基本上呢 这个雨下不会下得到非常大 那其他地区都会是多云稻晴 甚至都有机会可以见到阳光 但是有没有看到晚上的时候 全台降雨都是趋缓下来 所以周秋假期 天气非常好 大家可以好好地安排一下 出游的计划 那我们看天气走 我们再看到的是这个空气品质 空气品质的部分呢 今天呢基本上只有云嘉南地区 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但是还是要提醒高屏地区啊 到了下半天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因为沉降作用的关系 也会转成橘色提醒 所以基本上呢 还是要提醒云嘉南高屏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外出的时候 建议大家还是要记得携带口罩 那么再来看到天气走势图 就是这么一张 因为这样的天气 可以持续到至少下礼拜 目前看起来呢 下礼拜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好天气 东北季风都是比较微弱的 至少呢可能要等到4月3号 4月4号的时候 东北季风才会再稍微的增强 但是目前看起来这几天呢 各地的气温真的是一天会比一天高 所以真的要开始注意防晒了 那基本上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还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另外就是要提醒啊 这几天呢 西部还有金马地区都会有局部起务的现象 要提醒用路人 外出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 好 最后关键字要来提醒大家 清晨的时候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西半部地区啊 天气会比较凉一些 所以早出晚归的观众朋友要注意保暖的工作 还是要做好 那另外呢今天啊 西半部地区金马会有局部起务的现象 以及呢今天就职剩下东半部 还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基本上全台都有机会 可以见到阳光 以上就这节气象资讯 让您出门上班上课 穿衣服有参考 忙碌 带走了我的光彩 就喝Jelly副眼影 小分子胶原蛋白及膳食纤维 换出好气色 为美丽救援 Jelly副眼影新上市 实际眼 好我们先来感谢这个吉普赛 是在我播气象之前的斗内 他说看见大家这么喜欢小汤圆 两天不在 大家怎么办 好两天不在呢 换我们的莎莎主播来陪大家好不好 大家也是要一样的 喜欢我们的莎莎主播一样 来到这边支持我们的莎莎主播 所以希望大家六日的时候呢 也是会回到我们中天晨报 来持续的锁定莎莎主播播报新闻 好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 有参考有参考有参考 好这个我看到有人在问说 这个统一发票有没有中奖 好大家要记得去对发票了 千万不要错过大奖 好我还看到须弥凤梨潘子艺松松 好这个是陆英龙陆小凤 还有卢丽英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加入我们 那么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AZ新冠疫苗开打后 截至昨天 累计已经接种了5619个人 那疫苗接种健康回报系统就显示了 其实有将近三成的接种者 他们都有发烧 那昨天新增了五件不良通报 其中就包含了我国首起 其他严重不良事件 为北部某医学中心 一名40多岁的护理师 他本身是有鸡蛋还有花生过敏石 那接种之后五分钟内 他就出现了急性过敏反应 送进了家户病房 索性已经给予了适当的处置 他目前已经出院 好但是大家对于AZ新冠 到底怎么想的呢 虽然我们知道像是陈时中 苏贞昌都已经先出来打了 但是其实大家 看到了这些通报的不良反应 是不是都还是非常的担心呢 好我们跟着辫子妹一起来直击 我们跟着辫子妹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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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这样 感觉有点可怕啊 我想喝喝喝 不敢怎样我都不会打 不会打真的 感觉有点可怕 好惊讶 那会这样感觉有点可怕 不打 为什么 我怕死掉 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 我不做白老鼠啊 先讓官員去打 對不對 尤其是民進黨的 只有一例嗎 沒有別的廠牌 目前為止沒有別的廠牌 對啊 那就等其他的廠牌再打就好了 會覺得收聽之後會出別的 然後反正到真的輪到我們打 應該還要很久 可以再等一下 停到底不要浪費打下去 就反正死馬當活馬医的概念 有點害怕 有點感覺有點可怕 還是會怕怕的 他說會怕怕 但沒有啊 就死馬當活馬医的概念 我的觀念是這樣 對 他有說服你嗎 沒有 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我選三 不用怕啦 只是副作用不用怕 不用怕啦 感覺就是副作用而已 所以你會願意去打嗎 對 可以 就是有的話我可以打 一般的人是應該要打 我會去打 你會去打 會 OK 我就是醫護人員 我不要打 我不想打 就是其實還蠻多人都不敢打的 不只我啦 不只我這個醫護人員 可能就是其實聽到的 就是其他的同事 其實蠻多人不敢打的 那你們不敢打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就像我講的 就是他的資訊沒有到很開放 然後打的副作用也不知道是什麼 對 我不敢打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的 應該是說對 我已經線性還不夠高 對 而且我覺得他臨床數據 就是沒有透露很多 給我們知道說 他到底打了之後的成效到哪裡 就是有些過敏反應 難付作用 對 但是官員都勇敢的打了耶 就是因為他們要手當其衝 對 這樣子他們底下的人 才會敢打 對 那有說服你嗎 沒有 我不敢打 因為國外對這AZ疫苗 已經有很多國家已經禁止不打了 為什麼我們國家還要打呢 是有跟人民想要作對嗎 硬要叫我們吃萊豬 硬要讓我們打AZ疫苗 我覺得好像 我們這個政府沒有很愛民 好 那你會選什麼 我覺得現在這個國家 我們是有一點點在害怕 不曉得他是哪天把我們的命要掉了 我們也都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政府好像信用有點破產 是 我們不太相信政府 哪裡讓你覺得他信用破產 我覺得各方面都不透明 都不公開 好比買疫苗 他也不告訴我們他的過程 然後多少錢 也不告訴我們 最近又F5這個飛機出世了 我覺得都是死的是年輕人 難道死的不是 只是別人家的孩子 不是自己家的孩子 就不管嗎 未來如果AZ疫苗開放 一般民眾施打 你願意嗎 辮子妹直接發現 大部分民眾選的是 好驚訝 怎麼會這樣 感覺有點可怕 而經過統計有大部分民眾 都表示是不願意施打的 但是還是有少數民眾願意打 現在大家看直播的你 願意施打AZ疫苗嗎 留言跟我們說 好 我們先感謝漏掉的 Darren887的斗內 好 我們有看到你 非常感謝你 然後再來感謝 是路過的昆縣的斗內 他說小天人點到我開心 好 辛苦了很棒 看小天人播報新聞很專業 支持小長遠支持中天新聞 好 非常感謝你 然後我要來解釋一下 剛剛說的莎莎主播 不是鯊魚的鯊 不是佩萱 是Teresa 是我們若宜主播 好 兩位莎莎 因為讀音都一樣 可能大家誤會了 明後天 成報會是Teresa 我們的莎莎主播 來陪大家 好 那麼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要持續來看到 新冠肺炎的疫情 還沒有停歇 那台灣 像國外取的疫苗 是屢屢遇到的困境 只好把希望都是放在 我們的國產疫苗上面 目前三家國產疫苗裡 國光還停在臨床試驗第一期 那高端和聯亞已經進入了第二期 那預料6月的時候 可以做完第二期 並且以中和抗體效價來申請 緊急使用授權 7月開打 不過哈佛的公衛博士 前立委陳一鳴就質疑了 政府對三家國產疫苗大小眼 國光是莫名的被卡 那聯亞當初申請進入第二期 卻是無端被拖了一個多月 好 感覺上好像就是要 讓高端變成第一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這個快時尚品牌H&M 好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去年因為多項調查 就披露了新疆維吾爾人 被強迫勞動生產 因此宣告是不採用 來自新疆的原物料 也不會和新疆的服飾工廠合作 那消息一出 大陸是全面封殺 各大的電商平台 也通通下架H&M的商品 那對此大陸外交部是回應 新疆的棉花是全球最好的棉花之一 不用 是他們的損失 快時尚品牌H&M 衣服時髦新穎 價格卻平易近人 受到許多消費者喜愛 但現在H&M卻因為發表聲明 表示將放棄使用新疆棉花 遭到大陸民眾抵制 我們種自己的地 出自己的棉花 種自己的錢 怎麼叫強迫呢 我們清的採棉供不到兩個月 掙1萬塊錢 國際社會對新疆勞工處境 一直以來存在被剝削疑慮 儘管大陸官方曾派出新疆棉花農 公開澄清沒有剝削勞工狀況 但外界仍有疑慮 H&M去年就因為多項調查 披露新疆維吾爾族人 被迫勞動生產 因此宣告不採用來自新疆的原物料 也不會和新疆的服飾工廠合作 消息一出遭大陸全面封殺 淘寶 京東 拼多多等電商平台 迅速下架H&M所有商品 大陸官媒 環球時報更進一步點名 爱迪達 Nike 無印良品 Unico等跨股品牌 也都存在和H&M一样的問題 可能將全面禁止這些品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訪問北約時 公開表達對新疆人權議題的疑慮 歐盟也就新疆人權問題 32年來首度對中共官員進行制裁 不過大陸24號發佈長達1.5萬次的2020年 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聲稱美國才是全球安全與穩定的最大麻煩製造者 第一 新疆地區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不用是相關企業的損失 第二 有關新疆地區強迫勞動的指責 完全是個別反華勢力炮製的惡意的謊言 目的是抹黑中國形象 破壞新疆安全穩定 阻惡中國的發展 大陸外交部反抗西方國家也存在嚴重人權問題 沒有資格干涉大陸內政 大陸美國就人權問題速度交鋒 現在時尚產業也被捲進角力戰中 技術中綜合報導 好 這一節的全球現場我們要來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的第一場記者會 他就談到了疫苗 失業 移民 北韓 美中 更講到了台灣 我們把時間交給新一節囉 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最新消息是 北韓在昨天上午發射了兩枚飛彈 而引起了南韓還有日本的關注 現在北韓的最新消息是中央通信社報導 北韓昨天上午發射這兩枚飛彈是新型戰術導彈 準確率射到了600公里以外 但是領導人金正恩並沒有到現場 而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之後的第一場記者會 為11個多小時 似乎準備得非常的充分 他在念完事先準備好的文稿之後 態度從容地接受媒體提問 並且時不時低頭閱讀事先準備好的筆記 針對許多政治分析師認為 現年78歲的拜登只能擔任一任總統 拜登說預計將在2024年角逐連任總統大位 並且和現任副手賀錦麗繼續搭檔 另外美國在拜登上任之後58天完成施打 1億劑的疫苗目標提前完成了 拜登也定下了就任後100天內施打2億劑疫苗的新目標 對於這個星期連續兩天試射飛彈的北韓 拜登也有說話 如果北韓選擇升級的話 美國也會做出相應的回應 而談到中國大陸 拜登說將和盟友一同救台灣南海 這些議題追究中國大陸的責任 而拜登也提到美國不會對中國大陸破壞人權 視而不見 美國總統不會閉口不談 發生在維吾爾族香港還有中國大陸國內的事 拜登說包括涉及南海 對台灣的協議甚至所有的事情 美國都要究責 而拜登說可見美中將有激烈競爭 大陸想要成為世界老大 最富庶最有權力的國家 這是不可能在他任內發生的 美國會持續成長還有發展 對於美中外交高層會談結果並不理想 拜登也說 他已經向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清楚表達 美國並不想引起衝突 他也堅持大陸必須遵守公平競爭 公平貿易的國際規則 我們先來聽聽拜登的最新說法 我們有兩小時的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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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也有意义 我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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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上 几遍 我们不找到 抗讨论 虽然我们知道 会有激烈 抗议 我们将 持续中国担心 依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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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台上 有些什么 可能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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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台协会说 今天和驻美代表处签署了海巡合作备忘录 这是拜登任内美台签署的第一份备忘录 也成立了海巡工作小组 AIT表示这个新平台将会使得AIT和驻美代表处 能够透过美国海岸防卫队还有台湾海巡署 改善双边沟通建立合作还有资讯分享 AIT强调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全球关切议题 并且做出贡献包括在海上安全建立可以促进海上执法资讯交换 以及国际合作的网路等等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先前示警过 大陆为了取代美国领导地位可能在未来六年之内入侵台湾 实现他所谓的宣称取代美国成为太平洋主要军事力量的企图 眼下关岛已经被锁定为打击目标 去年更成为解放军模拟演习的一个对象 现在大陆国防部外发言人任国强25号回应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 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 海峡两岸必然实现安全完全的统一 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台独势力以五谋独都是走不通的死路 至于美国国防部新闻报导之前说台湾从来不是大陆的一部分 这一件事情任国强也说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了一中原则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性质十分恶劣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任国强也说美方有关的言论充满了冷战思维 这种制造敌人渲染威胁的套路 其实就是为了继续称霸来找借口 反映出美方顽固的霸权心态 奉行的丛林法则以及危险的对华误判 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美两国及世界的共同利益 大陆坚决反对 任国强重生 中国大陆无意挑战谁 但谁的挑战也不怕 大陆不想威胁谁 但谁的威胁都没有用 大陆有发展壮大的权利 有主权有自主选择道路的这个自由 也有防御自卫的能力 更有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要求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大陆人民 实现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而大陆军队也会维护主权安全 以及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能力始终都在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长戎海运大型货柜轮长四轮 在这个苏义市运河搁浅 导致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水道之一瘫痪 进而在这个全球现在引发了连锁效应 现在说冲击的范围 遍及的货物 贸易运价 国际油价 保险 还有木浆产品 根据苏义市运河管理局的统计 2020年有将近1万9千艘船 净吨位总计是11亿7千万吨 通过这个运河平均每天51.5艘 大约12%的全球贸易量都仰赖连结欧洲和亚洲的苏义市运河 而根据劳河传播日报估算 单日通过苏义市运河的东西向货柜贸易额 大约是96亿美元 这个意思是运河封闭之下 每个小时贸易损失将达到4亿美元 也就是新台币114亿 而另外根据法人的分析 如果运河堵塞长达一个星期之上以上的话 全球传播周转率下降 市场供不应求会更难解决 连带影响全球运价走高 尤其是欧洲的欧洲线的运价 现在有传出来就是说 这个统计如果货轮 它卡在这个地方长达两天的话 可能全球的整个精损将超过5400亿 而还有报道指出 这起事件恐怕造成全球货柜船 攻击短缺情况更为恶化 增加欧洲港口未来几个星期码头 拥塞的风险 而石油和天然气贸易 也会连带受到影响 由于苏义市运河瘫 换国际油价24号大幅反弹 业界消息现在来源指出 就算货柜轮很快脱浅 保险业者恐怕面临天价索赔 路透社报导 长四轮投保在日本市场 而这种大小的货轮 可能有投保价值1亿到1.4亿美元的船体和机械险 那全球最大的木浆制造商 他们现在也警告 全球货柜预输量能不足 其实导致的是供应短缺 恐怕冲击像是卫生纸在内 这些靠木浆为原料的多种日用品 现在外界担心长荣货柜 这个搁浅 苏义市运河恐怕让问题雪上加霜 而这个时候有些市场对于家用卫生纸的需求增加 消费者也开始出现了囤货 并且出现了恐慌性的抢扣 业者担心说货运的问题只会不断的恶化 只将贸易受到严重的干扰 如果制造商没有充足的存货 存货的话可能会影响卫生纸的供应 现在全球两大货柜运输业者的最新消息说 正在评估让船可以绕行非洲 来避开苏义市运河的瓶颈 总部设在丹麦哥本哈根的马士基集团 在最新的声明当中表示 他们正在评估所有替代的选项 包括让船可以绕行南非的好望角 目前马士基还没有做出决定 决策取决于货轮延误持续的时间 马士基稍早的时候有说 长荣海运租界的大型货柜船长四轮 堵住苏义市运河 影响了马士基旗下七艘船 而另一方面德国的赫伯罗德 这一家公司也表示 正在监控情势 还有密切关注苏义市运河堵塞 对于公司服务的影响 因为他们分析指出说 苏义市运河堵塞影响了 他们旗下的五艘船 因此也正在研究 让船可以转而绕行好望角的可能性 以色列新闻网站报道说 他们的一艘以色列公司的货船 正从非洲坦沙尼亚航向印度 结果在阿拉伯海遭到飞弹击中 怀疑是伊朗发动的攻击 而货船在攻击事件发生之后 曾经禁止在这个海上三个小时 接着就以原本的速度继续航程 以色列官员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而以色列船只在上个月 其实也在同一个区域的水域受到袭击 以色列当时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伊朗 最后要来看的是疫情 在日本部分东京的疫情要卷土重来的吗 日本首都圈伊都三线 东京千叶奇遇还有神奈川线 22号凌晨临时 才解除了1月8号以来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 伊都三线首长在24号又共同宣布 到4月21号为止 为了防止疫情复燃期间 预请餐饮店卡拉OK店的这些营业时间 最晚只能到晚间9点钟 而东京都政府25号又开了这个防疫会议 专家们在这个会议上面都说 22号凌晨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之后 结果发现主要的车站闹区人流增加了 担心民众对于防疫的警觉度会降低 日本感染症的专家现在就在会议上面发出警告 第三波疫情是因为去年年底 民众过耶旦节忘年会 之后疫情才会扩大 现在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现在正是赏音欢送会还有欢迎会 以及新的日本的财快年度4月1号要开始 学校在这个月底办毕业典礼 4月开学典礼毕业旅行 这些专家都让专家说 如果按照往年来看的话 这个时间点的人员流动量是增加的 很担心疫情会因为变种病毒株的因素 急剧的扩大 甚至比第三波还要严重 以上就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好我们先来感谢阿斌的抖内 他说最爱小探员See you later 好晚一点再见 然后呢我还看到的是天魂 洗澡听中天 还有呢达斯维达 我都看到你们来了 然后呢我们还看到谁 小龙虾QQ茶茶City Do 还有呢嘉明啊 骑驴爵士 骑驴爵士就让我想到我们的骆驼队 是不是还没有来呢 好像还没有见到 还有呢这是Ocean Tropical啊 张万君好三重王农药 然后呢好这个Pancho 油土壁好我们都看到你们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台湾啊 我们镜头转回来 我们要看到的是呢 全台现在是严重的缺水 那台中还有苗栗地区 从4月6号开始分区限水攻五停二 那预计就会影响106万户的居民 担心没有水可以用全民 现在是爆发了抢水大作战 卖厂大容量桶装水被扫货 那有人是一口气就买了五桶 另外啊 五金行各式的水桶也超级抢手啊 这个询问度就提高了两成 店家都要提前备货 就连本来被当成垃圾桶的塑胶桶 好多有人买来要去取水 民众受到进入卖场直奔矿泉水区 各式大容量的矿泉水有一大柜已经被抢光 一桶两桶三桶一口气买五桶矿泉水 因为全台缺水将实施攻五停二 美水日常生活非常不方便 三桶就是说我要接入三桶 这个是该买这次的 我要停水啊 对 我不在北北人在停水啊 不只抢购矿泉水就连水桶也供不应求 这种是有水龙头的 这种就是一般的 民众在五金行内认真挑选水桶 手里拿一个再继续挑选 一旁还有好几个人也在买先抢先赢 供五休二 民家人口比较多所以 它会不够用 像921啊那样会担心吗 会 台中苗栗从4月6号起粉渠线水 影响106万户居民 消息一出在网路上引起一阵抱怨 网友po文询问泡澡会用掉大量的水 之后会出现我OK你先洗的slogan吗 还是多淋浴少泡澡呢 认为对民生冲击太大 我们把它放进去以后呢 它水位会上升 省水达人请自示范 把同水箱内摆入宝特品省水 地下汽水还可以再重复利用 洗菜或洗衣服的水可以拿来浇花 达人也建议吃达银蔬菜减少碗盘使用 非常实体全民抗旱 同时也衍生出墙水大战 记者综合报道 好这个 有土壁说小太人厉害了家里买几桶 好我们家没有 我们是住在台北 我是台北人哦 好所以我看到张万钧就回答你了 没有错小太人是台北人 好那其实我们要来看到 民进党立委何欣纯就指出啦 台北市的水费 竟然是比其他的县市更便宜 这一棚就说啊这是颠倒了台湾贫富分配 那经济部更将研议是否要拉起水费急剧标准 好对此啊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满绿委是以此要来转移焦点 他先是秀出了数据很打脸 强调北市用水大户 每度费用是涨了将近三倍 昨天他还加码的开枪 北水跟台水水价可以采一样的标准 只是看他们受得了还是受不了 好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优卡公司优有卡 投资控股公司25号召开了董事会 决议优卡公司董事长陈廷如 免监总经理并且升任这个投控总经理 那原优卡公司的总经理职务由32岁的管理群 副群长邱宇凯来升任 那这个人事调整引发了轩然大波 好蓝绿一尾都炮轰 好这个是人事令呢 就像是仇庸啊政治任命 那市长柯文哲寄身计划呢 已经无远伏借 让他的网军投资担任总经理 把优卡公司变成了网军公司 好接下我们要看到的是啊 台北市知名的五星级饭店订房APP 居然是出包了 原本呢要价一晚含两餐的 6000多块的房型 最后是用一块钱就能够下定 有民众看到当然是马上下单 120个晚上呢 只要139元直户啊 真的是赚到了太赚了 但是啊原来呢 这个并不是大特价 而是原本将要推出的优惠方案 是突然的出包 让民众误会一元就能够订房 这是我们卓越客房的方式 台北知名五星饭店 一晚要价三到六千块 没想到居然有人用一元就订到 在社群上面就传出官方的APP上面 那你就可以一块钱订到那个房间 没想到一块钱真的能订到房间 拿出订房明细 豪华大床房 还有早餐两克 一晚住宿只要新台币一块钱 民众看到又惊又喜 19个晚上直接给他订下去 比一杯咖啡还便宜 还有民众更狠 一次下定120个晚上 蚕睡金仅花了139块 现赚36万 不过真的那么好康吗 定购是有成功的 但如果你是其实去看 他那个项目的细项 其实他就有写说 其实你要另外凭证 才能去用这个优惠价钱入住 范利业者马上发出声明 本来就是其他优惠活动 不明原因提前上架 导致消费者误解 可以用一块钱订房 造成大量抢购 目前下架也提出原方案的 完整内容说明 除了他可以选择购买 原本的这个6600的住房专案 住两万以外 另外我们也提供 2999住一晚的方案 原本以为有一块钱 就能住五星饭店 瞬间都泡汤 就怕发生纠纷 消机会也提醒业者 避免类似情况 让消费者空欢喜一场 记者陈正茂 曹娇人 台北怎么到 去年10月空军台东制航基地 F51战机失势 飞官朱冠蒙殉职 那空军昨天是首都证实 很有可能是机械故障 飞行员弹射出来之后 当时飞机的姿态 已经往右倾 所以弹射时 向量是已经对着海面 那散震在张开的过程中 飞行员就撞击了海面 或是人员弹射之后 坐舱照虽然已经脱离 担心会身体不振 撞到了飞机格框 或是其他地方造成伤害 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 F51战机坠海上位飞官 潘颖尊失联 时间已经超过了 黄金72个小时 不过陆海空还是持续的搜寻 但是无奈 海象太差 只好改由橡皮艇出去 橡皮艇奔驰出海 海陆两栖 13名官兵出发 要到水下找人 浪高打过橡皮艇 但海象太差 水下能见度不到一米 海上搜救先暂停 海上行不通往山区探入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从22号下午3点06分开始算 25号下午就到了黄金72小时 跟时间抢人命 我们没有所谓的72小时 我们会持续的继续努力 搜寻到潘教官 整整72小时不停 海陆空大搜索要找回弟兄 飞官楼上画的灵堂前立起卡片墙 亲友写下满满思念 怀孕的妻子脚垫高贴上卡片 写下永远都把你放在 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F51插撞罪机 飞官一死一失踪 立委偷骂出事才要换弹射椅 飞官不是死在战场上 而是死在训练场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飞行员头部重创的事情 上次那件猪灌萌的事件 它重创的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有找到一些猪丝马迹 它的确有弹射出来 战绩事实要找出原因 家属比谁都想知道 军备的问题 大家最不想遇到的 也最不想发生的 不要再今日公祭 明日忘记的事情 就再度发生 飞官楼上画的父亲一语道破 谁愿意用孩子的命测试军备 换来家属痛苦哀伤 记者台东高雄综合报道 哈喽 大家早安 欢迎持续锁定中天晨报 我是孙玉玲 好 我们第二半车要出发了 我们来看一下 Sam Lee 我看到了 还有苏玛西 路过的Lear One 阿鸟尾 别这样 还有小白 跌倒的鲑鱼寿司 也来了M0115 好 我看到很多都还在的 像是Yipi 艾米 米卡海凯恩 杨栋也来了 还有像是张焕华 孙可华 也通通都还在 好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我们中天晨报 那么接下来新闻头条 我们要先看到的是 魏王董事长陈清福 因为身兼大洋桥国的负责人 和干部等八人 涉嫌私吞公款10亿元 25号晚间是到到搜索约谈 那检方是以侵占等罪嫌 预令陈清福200万元交保 那财务主管林德胜和陈岳凤 则是各分别为150万和100万元 但是由于三个人 都没有办法凑足保释金 因此都要在罚警市过夜 我们把时间交给赵佩宇 穿着西装 戴着口罩 表情镇静 全程不乏一语 他就是魏王集团的 董座陈清福 魏王集团 生产王子面假于户晓 但如今董座陈清福 却惊爆私吞公款10亿元 台北地检署 25号指挥台北市调查处 兵分六路搜索大洋桥国 集团旗下公司 检调发现魏王董座 同时身兼大洋桥国负责人的 陈清福和干部等八人 他们涉嫌利用水果销售 开立不时发票 将部分贷款汇入私人银行账户 涉嫌侵占公司资产10亿 逃漏税约2.5亿元 包含董座陈清福 大洋桥过的重要干部等八人 早到约谈 25号晚间陆续导案说明 检方于凌晨12点以侵占等罪 预令陈清福200万元交保 财务主管林德胜 150万元交保 而陈岳凤则是以100万元交保 不过由于三人都无法凑赌保释金 检察官特别将三人降保20万元 等待银行开门后才能筹租 三人之后在法警市过上一夜 以上最新主播 好我们再来点点名 我看到的是李宝儿 还有这个是余先生 方永春 LLDD 陈美玉 还看到了Henry Cho 还有这个是吴茂发 江淑珍 温学奇 大家早安 欢迎加入我们第二班车 那么接下来 一系列都是跟疫情有关的新闻 我们来看到的是 AZ苗是陆续开打 那除了网球好少曾俊欣 第一天就已经施打 那包括了空手道小清晰文姿云 还有举重女神郭信淳 今天呢 25号也完成了施打第一剂 郭信淳施打完第一剂AZ疫苗之后 随即就帮体育署来拍摄宣传影片 希望能够消除其他选手对于施打疫苗的疑虑 而他呢 也是预计要出国参加4月16号 在乌兹别克的举重亚锦赛 台湾的运动员本周都会进行首波的AZ疫苗施打 截至目前为止 总共有41个人已经施打完毕 那体育署表示已经规划4月要来施打第二波 但是仍然会以出国来争取冬奥资格的选手为优先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呢 AZ疫苗开打的第三天就已经出现了 有医护人员在打完10秒内 正因为剧烈的症状送进了家户病房 那虽然指挥中心不认为 这个是严重的不良反应 但是人目前是已经出院 但是不只是这一名个案 其实已经有三成都被施打者呢 是爆出了发烧的反应 那医护人员愿意施打的这个几率呢 也是急速的下降 台北市有些医院施打的意愿只剩下11点多 AZ疫苗打完10秒竟然立刻出现症状 一名护理师24号立刻住进家户病房 愿方为了慎重起见 把他这个安置在这个家户病房 那么进行观察 知名40多岁护理师接种AZ疫苗不到10秒 全身起疹 脸部红肿 喉咙肿胀胀心剂 心跳飙升至每分钟130到140下 一旁医师立即给予气管扩张剂抢救 将个案送进家户病房观察 知名感染科医师甚至在打完疫苗后 染上了膀胱炎 晚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 那就是膀胱炎 我一个晚上可能要上厕所 上个大概7到8次左右 脸色略显苍白的王润贤 自述打完隔天 全身持续严重发冷发热 出现腺病毒疫苗典型症状膀胱炎 而且全身倦怠 表示自己非常不舒服 全台注射新冠疫苗出现不适反应数 大幅上升 已经有三成的医护出现发手症状 因为医护你这么专业的 你都不打的话 人家真的就不太敢打 北市议员汪志斌拿出数据痛批 医护根本不敢打 统计北市11间公司立即教学医院 有医院接种AZ疫苗 医护人员5816人 仅占全体23.1% 不到指挥中心预期的三成 只有一间医院超过五成医护 愿意施打 其中北医施打医院最低 仅占11.5% 我接下来我的疫苗的一个进度 到底是怎么样 而不是大家好像在买乐透 你知道吗 指挥中心做滚动式调整 要医护施打前多注意 对于这个食物或是药物的过敏使用 再跟医师再来讨论 统计至3月24号 已接种5169名医护 第一线接种率约5% 透过V-Watch监测 不良事件已有9例 其他严重不良反应1例 发烧则高达近三成 针对于这个新的疫苗 所以都会有比较谨慎 大家逐步的施打 建立这个信心 虽说要建立信心 施打后不良反应接种涌现 恐怕只会让更多观望中的医护 先驾驾 热灵我要向于台北 采访报告 另外卫副部长陈时中原定 要到立法院去报告 但是他昨天是临时请假 由次长上证代打 外界就关心 会不会就是因为 施打疫苗后的副作用导致呢 那消息传开 网友就希望要拉高规格 让陈时中住在家户病房 以免疫情最高指挥官 有什么闪失 那最后他是致电给记者澄清 是有重要的防疫会议 才会请假 说要来立法院报告 卫副部长陈时中 仅不见人影 临时由次长带打 他有一些会议要主持 所以今天临时上没有办法出席 会议签到处上的修正带 可以看出这个假 请得有多临时 仔细回推 陈时中部长 疫苗开打 22号当天上午7点40分 排在全台第二顺位接种 下午到指挥中心主持会议 就说被有点酸酸的 但过几个小时又出现轻微发烧 隔两天就连接种的手臂 都有点痛痛的 晚间事出行程 却临时请假 25号声称忙着开会 整天未露面 一整天突然消失似乎不太寻常 网友说轻微症状就要请假 那医护施打完也应该给一两天公假 也有网友酸 基层人员又不向大官 想不来就不来 还有人嘲讽应该谨慎点送进家户病房 以免世界防疫第一的部长有什么意外 甚至合理怀疑 是不是为了证明打针的 所以一律说有轻微反应 他们事实上在只有第一天晚上 有出现这个微微发烧 就自觉有体温偏高的情形 指挥官他有说 他在第二天量体温的时候就恢复正常 在我们那个V watch里面 大概会自觉体温偏高 第一天大概有占29.4% 究竟是真的有重要会议 还是另有引擎 带头接种想安定人心 但随着陈时中神隐 叫人如何相信疫苗 真的没问题 记者周天姐 林佩洁 台北采访报道 蓝绿最近为了要成立疫苗 采购调月专案小组 展开了议事攻防 那24号民进党最后是同意成立 但是成立的日期 需要由朝野来协商决定 那对此国民党团总召 费用太昨天就向民进党团喊话 希望能够改变多数霸道的形式风格 那未还委员会下周一天排两个议程 下周二起国营事业预算审查 不惜要祭出交土战 到时候将一并要求 尽速成立调月小组 好 我们持续来看到 现在我们的疫情还没有停歇 那台湾向国外取的疫苗又是屡屡遭遇困境 那只好把希望都是放在国产疫苗上面 目前三家国产疫苗里 国光还停在临床试验第一期 那高端和联雅已经进入了第二期 那预计六月会做完第二期 并且以综合抗体效价来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并且在七月开打 不过哈佛公卫博士前立委陈一鸣就质疑了 政府对这三间国产疫苗大小眼 国光是莫名的被卡住 那联雅当初申请要进入第二期 却是无端也被拖了一个多月 他就说了这个感觉上 好像就是要让高端变成第一名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卫副部长陈时中曾经就夸口说 金门的医护人员 接种疫苗的意愿是百分之百 那是全国最高 但是金门的医院 有一名的护理师 他却是出面打脸 他说护理长私下是暗示 如果不愿意来接种AZ疫苗 这个口机恐怕只会有疑等 让他们就感觉好像被威胁一样 但是院方是陈勤 绝对没有这件事 那至于外界就质疑了 那你百分之百的说法 到底从哪里来的呢 指挥中心是推说 可能是物质 卫力金门医院院长率先接种AZ疫苗 指挥官陈时中甚至称赞 金门的接种意愿是百分之百 全国最高 但却遭金门医院护理师狠狠打脸 在群组中调查同人对疫苗的施打意愿 截图当下只有六人投票 兜头愿意接种 但不要接种AZ疫苗 没多久 护理长又传了一句 请大家把握时间 以免自误考核成绩 这句话让医护人员觉得是在用口机威胁表态 但口机威胁似乎没能奏效 因为虽然投票人数增加 愿意接种的人数还是挂零 明确表态不愿意的反而增加变成三人 直接挑明不想打AZ疫苗的更上升到十一人 民众一面倒认为用口机威胁打疫苗非常过分 投诉人还爆料护理长私下暗示 如果投不愿意或是不想打AZ疫苗 口机恐怕只有一等 金门医院立刻否认口机威胁说 至于到底是谁告诉陈时中金门接种意愿百分百 指挥中心敢不敢说拿口机鼻接种是捏走出来 可能是温局跟医院这边是不是有误解 这个调查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情形 所以那个误值这个结果 究竟是误值了什么才让医护误会 没打疫苗口机会变烂 指挥中心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说清楚 叫明白 记者李军龙 菜山金门采访报道 好 我们再来点点名 我看到这个是CHGW 他就说说谎中 我还看到的是初智英 还有这个Liu Amir 他说委员没戴口罩 然后我还看到是龙铁面King Joe莲物 莲物也是说说谎成瘾 King Joe就说别要不要再骗了 所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是不买单的 张东山我也看到你了 还有这个是蔡雅芳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 是这个新疆棉花之乱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真的是闹轰轰的 我们先来看到各家品牌 他们采取的方式什么呢 我们先看到这个是西班牙的品牌 Zara Zara的母公司 Inditex它已经撤回了 有没有看到已经撤回了 年底他们发出了 对强制劳动力容忍 抵制新疆棉的声明 所以他们撤回之后 他们就说该声明之后 这个是没有与新疆工厂合作 所以现在声明是已经正式的撤回了 那另外撤回的还有谁呢 也就是美国的New Balance 他们的官网现在也是已经撤掉了 这个抵制强迫劳动声明 但是早前他们的声明是说 公司在原材料及制作上面 是没有与新疆合作 但是现在他们也是把它给撤回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谁没有撤 好Nike是没有撤的 Nike昨天还没有来回应这件事情 Nike的官网 现在还是放着 这个去年发出的声明 这个声明是说 表明在原材料还有制作上面 是没有和新疆的供应商来合作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昨天闹得沸沸扬扬 瑞典品牌H&M H&M他前天的时候 他们是发声明就是重申 集团通过全球认证的第三方采购 是可以持续用这个棉花的 但是他们说 这个并不代表任何的政治立场 所以好像是在齐哥说 其实是不是跟这个新疆维吾尔族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但是目前H&M 他们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是德国爱迪达 他们昨天跟Nike一样 都没有来回应 但是官网一样 也没有撤掉这个原本的声明 那他们原来的声明是讲 在材料还有制作上面 是没有和新疆的供应商合作 所以看得出来 是跟Nike一模一样的声明 好再来我们看到是日本 大家很熟知的 游鱼库昨天也没有回应这件事情 但是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说了 已经停用了这些新疆的产品 不过我们看到最不一样的是 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的大陆总部 他们说 其实并没有抵制新疆的棉花 目前还是继续的可以使用 大陆官网许多服饰 他们还是特别的标注 使用的是新疆棉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无印良品跟其他间 基本上是差蛮多的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 回来看到H&M 快时尚品牌 H&M去年 他们就是进行了多项的调查 他们就发现 新疆维吾尔人被迫 要劳动生产 因此他们是宣告 不采用来自新疆的原物料 也不会和新疆的服饰工厂来合作 但是这个消息一出 不得了了 大陆是全面封杀H&M 各大的电商平台 也都下架了H&M的商品 对此大陆外交部是回应 新疆的棉花是全球最好的棉花 所以说不用是H&M自己的损失 快时尚品牌H&M 衣服时髦新颖 价格却平易近人 受到许多消费者喜爱 但现在H&M却因为发表声明 表示将放弃使用新疆棉花 遭到大陆民众抵制 国际社会对新疆劳工处境 一直以来存在被剥削疑虑 尽管大陆官方曾派出新疆棉花农 公开澄清没有剥削劳工状况 但外界仍有疑虑 H&M去年就因为多项调查 披露新疆维吾尔族人 被迫劳动生产 因此宣告不采用来自新疆的原物料 也不会和新疆的服饰工厂合作 消息一出遭大陆全面封杀 淘宝 京东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迅速下架H&M所有商品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 更进一步点名 爱迪达 Nike 无印良品Uniqlo等跨国品牌 也都存在和H&M一样的问题 可能将全面禁止这些品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北约时 公开表达对新疆人权议题的疑虑 欧盟也就新疆人权问题 32年来首度对中共官员进行制裁 不过大陆24号发布 长达1.5万字的2020年 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声称美国才是全球安全与稳定的 最大麻烦制造者 第一 新疆地区的棉花 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不用是相关企业的损失 第二 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 完全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 恶意的谎言 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 破坏新疆安全稳定 阻恶中国的发展 大陆外交部反抢 西方国家也存在严重人权问题 没有资格干涉大陆内政 大陆美国就人权问题速度交锋 现在时尚产业也被卷进 小力战中 技术中综合播导 好 再来我们看到现在呢 很多大陆的明星呢 是掰了这些品牌 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知名的国境品牌 像是刚刚讲到的嘛 H&M啊 Nike啊 爱迪达他们现在都是说 拒用新疆棉花 大陆呢是立刻马上抵制很多这个平台 不是都下架了H&M的商品吗 那其实许多呢 和这些品牌合作代言的艺人 他们也是纷纷来表态 支持或是干脆就解约 卸下代言人的身份 我们这一天看到 爱迪达的部分呢 有陈奕迅 彭于晏 张军令 杨幂 他们呢都是赶快的来切断 那并且他们也都是 透过工作室来发表声明 或是呢在个人的微博上面 也有讲到 好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谁呢 欧阳娜娜 欧阳娜娜呢 她也是立刻的和Converse来解约 来赶快的切割 那另外我们再看到是许光翰呢 她是和Puma 还有CK合作代言的 所以她现在呢 也是透过她的经纪公司 合力极光来发声 就是赶快的终止合作 而其实啊 这场棉花之乱 其实也烧到了精品权 我们看到Berberia Berberia她因为呢 没有表态立场 没有很明确的表态 到底呢是支持还是反对的 所以现在呢也是遭殃了 因为呢周东宇 好 现在也是宣布了 要跟他们就是停止合作的关系 也是赶快的来切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家赶快切切切 好 我们就来看大陆网友啊 真的是觉得 有人就说啦 干得好啊 还有人说呢立场坚定 还有人就是说呢 国家的利益至上支持 所以他们呢 都是纷纷的赞赏这些艺人 他们来切割 他们觉得呢是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要看到了这位啊 香港男星杜文泽 他选择啊 跟别人走一个反方向 他就在脸书发文狂酸 甚至呢还晒出 他穿着Nike的鞋子 他又说什么呢 我穿Nike 我骄傲 所以就是出来这样开酸 逆风的开酸 好 但是我们持续来关注啊 欧美高层会谈就提出了 这个新疆人权的问题 那就是引发了国际知名品牌 开始一个接一个 联合抵制新疆棉的争议 那类月谦教授就分析了 这个时候提出高敏感的议题 背后是有真正目的 新疆的问题啊 是欧洲的一些三流的学者 他们所凭空述撰出来的 一个虚拟的一个故事 然后呢 美国跟欧洲的这些政客 就像疯狗一样 就一直咬的这个故事 咬的不停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他们会要 一直咬的这个故事 咬的这个平宫杜撰出来的故事 其实道理很简单 美国就因为发生了 种族歧视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 受到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亚洲裔的美国人 受到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在欧洲 英国 法国 德国等 穆斯林受到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 而他们的恐怖主义 一直在发展中 因此这一些国家 就想转移他的注意力跟焦点 凭空杜撰了一个 所谓的新疆的维吾尔族的 这个事情 中国大陆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 请联合国也好 请这些国家的 驻北京的这些大使 请一堆人到新疆去看去什么 结果他们也写了很多报告 也写了书 可是对于美国跟欧洲的这些国家的政客 都把他丢在垃圾桶 我强调那些报告不是中国大陆写的 是他们去看了以后 丢在垃圾桶 为什么 因为他们藉由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好像他们是为穆斯林在捍卫者 他们就演成说 他们是捍卫穆斯林在中国大陆的 被什么什么样的一种正义 这样子来转移缓解他们国内的种族 这个矛盾的问题 这个是奇心之可恶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中国大陆不管怎么解释 所以你没看到 穆斯林的国家反而都没有声音 都没有意见 穆斯林的国家包括土耳其 土耳其是目前来讲 民族主义最盛的一个地方 包括土耳其 而且土耳其跟威吾尔族 他们是更为接近的 包括土耳其等整个中东地区的 这些穆斯林 他们都没有认为 中国大陆是做不对 而这一些天主教的基督教的 这些国家却每天 在喊这个穆斯林的问题 威吾尔族的问题 您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们是借由这个方法 去想办法把中国咬住 这样的一个办事 但是我在我之前很文明的 很礼貌的跟你解释 带着你们去看 然后所以中东的国家 这些穆斯林他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这样做是对的 这样的处理是对的 因为是从根本上 消除他们的贫穷 是解决他们的 以前的生活环境困难的问题 他们都知道这样是对的 就是脱贫 对脱贫 但是问题就在于 西方人就一定要杜撰 我一直强调 因为我对于 我是早年到欧洲去读书 我刚好因为当时在读 老师就是去法国 对 我读两个不同的学校 在读博士班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 有一个中国研究中心 老一代的这些 中国的问题的专家 是真的是让我敬仰 佩服尊敬 可是我看的他们是 一代不如一代 每下愈旷 所以他们的这一些 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文也不好 国学底子也差 历史也读得一塌糊涂 然后他们就装成 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 这些人就一直在误导欧洲人 误导美国人 坦白讲这些人 真的是很lowlow 好 我们先来感谢 Proma的斗内 他说永远支持中天 不离不弃 挺你们 主播制作人小编 所有中天的员工们 辛苦了 好 非常感谢你 还有再来感谢 吉普赛的斗内 他说小炭原来 七点没有下班 还好可以再看快一个小时 我最近都是播六七点 所以两个小时 都可以见到小汤圆 那另外等一下 八点的气象 也会是小汤圆来播报 所以大家错过了 就要等到下礼拜一 才会再见到我了 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 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是3月26号 星期五 那目前台北市外头 真的是放晴了 天气好转 那目前是18.6度左右 降雨几率10% 今天全台水气 都是比较少的 我们先看到卫星云图 来关心一下 最主要呢 其实就是因为 今天东北季风是减弱了 但是清晨的时候 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西半部地区啊 这个温度是比较低一些的 所以会感觉比较凉 所以要提醒早出完 各位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 多加一件外套 但是低温的部分呢 稍微有一点 慢慢在回升当中了 那西半部地区的低温 大概就是维持在 14到15度 是有一点冷的感觉 那其他地区基本上 低温可以回到 17到19度 好不过高温的部分呢 等到今天下半天开始啊 真的是会明显的回温了 因为像是北东呢 好北部东部 今天高温可以回到 23到26度左右 那中南部地区 温度当然更高了 27到30度 所以真的要提醒 西半部地区啊 现在日夜温差 又要开始变得 越来越明显了 好再来我们要提醒大家 今天沿海地区啊 风浪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啊 还是有6到9级的强震风 所以要提醒海上队的观众朋友 也是要多加留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定量降水预报图 来关心一下今天降雨的范围 那最主要呢 只剩下北部的山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可能 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外出的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 要攜带一下雨具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西半部地区啊 还有整个北部 都是放晴的 今天都是多云稻晴 这样的好天气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降雨是更加的趋缓的 基本上全台又要回到这种 晴朗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了 那接下来一个礼拜 都会是这样子的好天气 所以大家开始注意防晒的工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空气品质的部分 今天呢空气品质 整体来说 看起来应该是还OK的啦 因为大部分呢 都是普通等级啊 或是像东半部是良好等级 但是要特别提醒啊 云嘉南地区 目前是已经亮起了 橘色提醒 所以空气品质是比较差 另外高平地区今天到了下半天呢 因为沉降作用也有可能 空气品质会从普通转为橘色提醒 所以要特别提醒啊 整个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外出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 把口罩好好的戴上 那么再来我们就看到天气走势图了 就是这么一张 因为接下来这样的好天气 至少啊可以持续到下礼拜四 下礼拜五左右 那都是东北季风微弱的状态 所以各地的气温会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高 要特别注意哦 中午时段出去的时候 防晒工作要做好 也要多记得补充水分 那另外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还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以及呢天气好转之后 西半部地区还有金马 也会开始哦 清晨会有局部起务的现象 也是要多加留意 最后关键字我们要来提醒大家 清晨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西半部地区天气是比较凉一些的 要特别注意 那另外西半部以及金马地区 也是有局部起务的现象 所以用路人也要多加注意 那最后今天就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的山区 还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基本上今天全台都是好天气 那以上就这节的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好那么接下我们要看到的是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有包括达成消除贫穷减缓气候变迁 促进性别平权等17个目标 那25号下午台湾首次举办论坛 会中就邀请了桃园市长郑文灿 来说明桃园永续发展的状况和愿景 那不仅是桃园啊 金门县长杨正吴和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都出席说明城市愿景 桃园市长郑文灿参加台湾首次的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国际论坛 昨天才因为神秘体重计数字 引起热烈讨论 今天就在大家面前开启自己玩笑 那我们的生活要朝向低碳生活 这个大方向 那不过我看这几天媒体 我要朝向低卡生活 低卡路里的生活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倡议 环保社会经济三大主轴议题 包含了消除饥饿气候行动 永续沉香等17个目标 郑文灿讲起桃园永续愿景 侃侃而谈 桃园是全台湾电动机车第一名 也是二行程机车最少的 二行程机车从20几万辆 淘汰到现在桃园剩3万5千辆 单单为了藻礁污染源的管制 我六年当中 这个稽查次数已经好几万次 开红单1400张 罚款3亿2700万 官场了这个96家 移送法办的15家 目前保护藻礁 最用力的单位就是我们市政府 很清楚桃园藻礁生态的保护 烧出争议和讨论 郑文灿提出数据想试着适宜 同样关心城市永续发展的还有它 我们就有做智慧化的这个耗制灯 所以我们会透过大数据里面 然后去真 因为地面要经过红灯红绿灯 所以我们透过这种大智慧的去搜集数据 然后呢去自动调节灯号 那调节灯号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呢 可以减少它的阻塞10% 继台北新北桃园发表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自愿检视报告后 台中也用力推广永续发展 打着共创美好未来口号 台湾城市一个个都要跟上脚步 记者姚家鼎 李婷台北报道 好 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了 如果您想要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这个是中天新开张的频道 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际频道 请大家是立刻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么您也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的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一栏 频道精选第二个logo 就是全球大视野频道 那请点击进入我们的频道首页 在画面的右上方有一个订阅按键 点下去再开启小铃铛 就选全部通知就完成了订阅 那更棒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浏览我们频道的影片 那记得就在下方按赞留言分享 或是帮其他正面的留言也按赞 都能够帮助中天 支持中天三步骤 看完影片记得在影片下方 按赞或留言 帮底下正面留言按赞 分享给所有好朋友们 每支影片做完三步骤 就会让中天更强大 好我们要先感谢刚刚有阿兵的斗内 还有这位乌鸦的斗尿 乌鸦说呢愿小汤圆天天开心 好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天开心 然后天天睡饱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还有谁 我看到是伊凡 还有这个是Victor Lau 他说台湾 wants rain 好我们现在真的是很缺水 真的很需要下雨 但是偏偏接下来一个礼拜 看起来是都不会下雨 好像有一点惨 还有这个苏晴 好我也看到你了 他说小汤早安 看你播报气象开启每个工作天 好希望呢你是有好好的收看 然后呢不要穿错衣服 还有呢我看到小丑鱼 飘过的Joe Chen也来了 林金桃Tom Tao 好这个是苏维珍 好我都看到大家了 欢迎你们持续的加入我们 那么接下来要来提醒大家了 等一下呢到了八点的时候 好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起转到中天新闻频道 持续的来收看我们的城间新闻 那大家当然也可以留在 现在小汤云这边啦 但是呢到了我们的子评 中天新闻频道呢 就是可以将您的观看呢 是直接转成点阅数 对我们的营收才会有实质的帮助 也有机会跟我们的夜影主播 一起冲进发烧榜 好这一节的台湾大小时 我们要先看到呢 26号凌晨一点多 新北巴黎台北港的物流仓储 是突然起火燃烧 火势猛烈丝造成了三辆轿车毁损 那索性呢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我们把时间交给赵佩宇 好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间仓储的窗户内 不停冒出火蛇 浓浓黑烟直传天际 消防人员货报后 赶紧现场立即布水线进行关救 26号凌晨一点多 位于新北巴黎台北港 这间物流仓储突然起火燃烧 由于内部摆放很多板金烤漆的油漆桶 起火后或是瞬间烟烧 消防人员丝毫不敢大意 抵达事先确认仓储内没有任何人 就立即从外部射水罐救病 同步破坏铁门进入抢救 那主要是燃烧是有三部车 尤其一部是燃烧比较严重 全毁它下面是有一个工作潮 索性消防人员到场后 在一小时内控制扑灭火势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不过由于施工区的员工 才刚下班没多久就酿成大火 起火原因是否与员工操作施工有关 还需要火调人员调查才可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 是新北市五谷区一处的大楼住宅 26号凌晨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声响 造成了16楼一名男性住户 他的左手被炸断 只剩下一根手指头 那警消货报后是赶往现场 先将受伤的男子宋依 再寻找断职 那警方初步研判 整起爆炸案件 是因为行动电源故障后所引发的 社主播各位观众只见凌晨打批消防人员聚集在这处大楼住宅外 因为刚刚这里惊传爆炸案件 造成一名男子左手断裂 只剩下一根手指头 新北市五谷区的这栋大楼住宅 26号凌晨 位于16楼的住户内突然发生爆炸 消防人员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 先将受伤男子紧急爆炸耸已救治 在赶紧上楼查看寻找断职 不过当时断职已经被炸成碎末 救护人员依旧不放弃 立即冰冻处理 耸往医院 而警方初步怀疑 是因为行动电源故障后所引起的爆炸事件 但因为爆炸物品四散 也找寻不到相关物品的外壳 还有在受伤男子手术完成后进行询问 才可理清真相 以上最新主播 好 今天想要看到的是台北市邻区中城路 在25号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翻车事故 一名19岁的男子 他开着一辆价值499万的保时捷 绿灯执行的时候 撞上了一辆回转的货车 造成了货车翻覆90度 保时捷的车头也是几乎全毁 那两名驾驶全部都送医 幸好都没有大碍 但是撞车这个瞬间巨大的声响 也吓坏了所有民众 一辆小货车回转到一半 突然遭保时捷高速撞上 车体90度翻覆 换个角度看 小货车绿灯向左回转 但执行的保时捷驾驶没注意 朝车尾撞上后 小货车侧翻倒地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货车有点都很远了 被撞的货车倒在路口 现场一片狼藉 保时捷车头爆开 零件四散不成车型 年仅19岁的驾驶 手部错伤包扎 躺在单架上表情痛苦 他是走原样的路区前面的 Wall Gym去健身的 这怎么是撞到谁也不晓得 不幸中的大幸 车子坏了 事发在25号下午 台北天目中城路 关心驾驶行经十字路口 和送货的小货车发生擦撞 两名驾驶双双送一 就突然这样一声 砰一声而已 我们在忙 突然抬头一看就倒了 那很大声 他就稍微晃了一下 然后他就侧翻 双方驾驶九侧值都视灵 详细肇试原因和责任还要厘清 而这辆肇市保时捷新车售价四百九十九万 如今车头全毁变废铁 跑车转货车 不论谁站得住脚 后续的维修和赔偿费用 恐怕都是一笔惊人数目 记者西欧如林渝君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有好多聪明的发明 而这些产品正在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你还没追上进度吗 还是你没有时间去挑货呢 没有关系 冬天直播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五下午四点到五点 卷卷头挑货 好 我们要先感谢阿斌的抖面 他说小汤圆休假愉快 充饱电回来电我们 好 你们大家就等着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我还看到的是 德明海风萧萧天天 他说是炸弹吗 是在说刚才那个 充电 行动充电 结果它是爆炸了 非常的可怕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谁 制衡这个QWERTY 你是这样念吗 QWERTY1337 然后QTR也来了Alex Tan 然后剩下的 目前都看到是念过的 Bob Chen 苍鼠鼠也都来了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那么接下来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是要聊 这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有点可怕呢 好 一名妈妈 她的孩子目前是 就读国中一年级 那她最近替孩子 在签联络簿的时候呢 一直觉得孩子的回家功课 实在是太多了 这样密密麻麻的注意事 想光是看就头痛了 好 相信很多爸爸妈妈也是如此 那她的国一孩子 昨天晚上就写作业 结果写到半夜快一点钟 都还没有写完 她只好赶快把孩子赶去睡觉 那早上再起来 早一点起来继续完成 那其他的网友看完了文章后 都纷纷表示 国中的作业没有到这么多吧 还有人植物真的是蛮夸张的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个天兵停车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停的地方好像怪怪的 好 这个是在美式卖场 时常是一位难求 都要排队 那不过呢 即便如此 好 车辆也是不可以乱停的 现在居然有一辆黑色的保时捷 它停放在好市多的购物车放置区 大家有没有清楚的看到呢 好 地板上明明是有 黄色的车轮档来区隔开来 但是它还是硬要的 这样不偏不倚的卡好卡满 就这样卡进去 那照片曝光之后呢 有网友就回应 这个真的是无敌的三宝 不过还是有人歪楼说 不仅有钱 这个技术真的是要给满分 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个回眸一笑 还是对这个店家笑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省钱 好 有一名年轻的女网友 25号中午的时候 她外出去买午饭 结果到了餐厅 拿到餐厅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少贷了10块钱 那当然很不好意思嘛 赶快道歉 那当时老板是很幽默地表示说 没关系 你对我笑一下就好了 好 如此暖心的场面 听到自然就也会笑出来嘛 但是没想到老板接着说 你晚点拿10块钱来还我 好 就让他非常的无味杂成 他就说今天才知道 我不能靠脸吃饭 不管怎么样 10元还是要还的 好 但是我们再看到 这个是台北市的知名 五星级饭店的订房APP 居然是出包了 原本要价一晚含两餐 6000多块的房心 竟然用一块钱就能够下订 那有民众看到 当然赶快下单 当然那120个晚上 只要139元 就直呼真的是赚到了 但是原来并不是大特价 而是原本要推出的优惠方案 是突然出包 让民众误会 一元就能够订房 台北知名五星饭店 一晚要价3到6000块 没想到居然有人用一元就订到 在社群上面就传出 官方的APP上面 那你就可以一块钱 订到那个房间 没想到一块钱 真的能订到房间 拿出订房明细 豪华大床房 还有早餐两克 一晚住宿只要新台币一块钱 民众看到又惊又喜 19个晚上直接给他订下去 比一杯咖啡还便宜 还有民众更狠 一次下定120个晚上 蚕睡金仅花了139块 现赚36万 不过真的那么好康吗 定购是有成功的 但如果你是其实去看 他那个项目的细项 其他就有写说 其实你要另外凭证 才能去用这个优惠价钱入住 范地业者马上发出声明 本来就是其他优惠活动 不明原因提前上架 导致消费者误解 可以用一块钱订房 造成大量抢购 目前下架 也提出原方案的完整内容说明 除了他可以选择购买原本的 这个6600的住房专案 住两万以外 另外我们也提供 2999住一万的方案 原本以为有一块钱 就能住五星饭店 瞬间都泡汤 像之前不是有那个蛋挞 应该要付点责任之类的 虽然你们的bug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bug你们要负责任 如果说我们页面上的 这些合约条件 可以解释成说 它是一个叫买大送小 买一个房间 加加一块送一夜的话 那消费者当然不能抢救说 我一块钱一定要住进去 恐怕还需要 法律的工断比较好 就怕发生纠纷 消机会也提醒业者 避免类似情况 让消费者空欢喜一场 记者陈正茂 曹娇人 台北向不道 赞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好 我们先来感谢 任意的斗内 她说早安 大家好 周五了 明天放假 再撑一下加油 好 没有错 明天就要放假咯 但是有些人应该 跟我们新闻夜一样是排班 明天可能还是没有休假的 然后呢 再来感谢苏晴的斗内 她说第一次被点名 很开心 谢谢小汤圆 好 我以后看到你 我也会多多点你们 我还看到这什么YMF 也来了DH Lee 好 关心永远在卢秀琴 好 我都看到大家咯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我们要关注些什么国际新闻 把时间交给新一节咯 北韩在昨天上午发射了 两枚飞弹 而引起了南韩 还有日本的关注 现在北韩的最新消息 是中央通信社报导 北韩昨天上午发射 这两枚飞弹呢 是新型战术导弹 准确率呢 射到了600公里以外 但是呢 领导人金正恩 并没有到现场 而美国总统拜登 在上任之后的 第一场记者会 为11个多小时 似乎准备得 非常的充分 他在念完 事先准备好的文稿之后 态度从容的 接受媒体提问 并且时不时低头 阅读事先准备好的笔记 针对许多政治分析师认为 现年78岁的拜登 只能担任一任总统 拜登说预计将在2024年 角逐连任总统大位 并且和现任副手贺锦丽 继续搭档 另外美国在拜登上任之后 58天完成施打 1亿剂的疫苗目标 提前完成了 拜登也定下了 就任后100天内 施打2亿剂疫苗的新目标 对于这个星期连续两天 试射飞弹的北韩 拜登也有说话 如果北韩选择升级的话 美国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而谈到中国大陆 拜登说 将和盟友一同救台湾南海 这些议题追究中国大陆的责任 而拜登也提到 美国不会对中国大陆 破坏人权 视而不见 美国总统不会闭口不谈 发生在维吾尔族 香港还有中国大陆国内的事 拜登说包括涉及南海 对台湾的协议 甚至所有的事情 美国都要究责 而拜登说可见 美中将有激烈竞争 大陆想要成为世界老大 最富庶 最有权力的国家 这是不可能在他任内发生的 美国会持续成长 还有发展 对于美中外交高层会谈 结果并不理想 拜登也说 他已经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清楚表达 美国并不想引起冲突 他也坚持大陆必须遵守公平竞争 公平贸易的国际规则 我们先来听听拜登的最新说法 doesn't have a democratic with a small d bone in his body but he's a smart smart guy he's one of the guys like Putin who thinks that autocracy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we had a two hour conversation for two hours and we made several things clear to one another I made it clear to him again when I've told him in person on several occasions that we're not looking for confrontation although we know there will be steep, steep competition we are going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to follow the rules to follow the rules whether it relat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he North China Sea or the agreement made on Taiwan or a whole range of other things and I said as and Mr. President as I've told you before and as long as you and your country continues to so blatantly violate human rights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in an unrelenting way to call through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and make it clear make it clear what's happening that's real money 美国在台协会说 今天和驻美代表处 签署了海巡合作备忘录 这是拜登任内美台 签署的第一份备忘录 也成立了海巡工作小组 AIT表示这个新平台 将会使得AIT和驻美代表处 能够透过美国海岸防卫队 还有台湾海巡署 改善双边沟通建立合作 还有资讯分享 AIT强调 美国支持台湾 有意义参与全球关切议题 并且做出贡献 包括在海上安全 建立可以促进海上执法资讯交换 以及国际合作的网络等等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 戴维森先前示警过 大陆为了取代美国领导地位 可能在未来六年之内 入侵台湾 实现他所谓的宣称 取代美国成为 太平洋主要军事力量的企图 眼下关岛 已经被锁定为打击目标 去年更成为解放军模拟演习的一个对象 现在大陆国防部外 发言人任国强25号回应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外来干涉 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 海峡两岸必然实现安全完全的统一 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台独势力以五谋独都是走不通的死路 至于美国国防部新闻报道之前说台湾从来不是大陆的一部分这一件事情 任国强也说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了一中原则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 性质十分恶劣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任国强也说美方有关的言论充满了冷战思维 这种制造敌人渲染威胁的套路 其实就是为了继续称霸 争霸来找借口 反映出美方顽固的霸权心态 奉行的丛林法则 以及危险的对华误判 既不符合事实 也不符合中美两国及世界的共同利益 大陆坚决反对 任国强重生 中国大陆无意挑战谁 但谁的挑战也不怕 大陆不想威胁谁 但谁的威胁都没有用 大陆有发展壮大的权力 有主权 有自主选择道路的自由 也有防御自卫的能力 更有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要求 任何人任何势力 都不能阻挡大陆人民 实现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而大陆军队也会维护主权安全 以及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能力始终都在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长荣海运大型货柜轮 长四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 导致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水道之一瘫痪 进而在全球现在引发了连锁效应 现在说冲击的范围 遍及的货物 贸易运价 国际油价 保险 还有木浆产品 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统计 2020年有将近一万九千艘船 净吨位总计是11亿七千万吨 通过这个运河 平均每天51.5艘 大约12%的全球贸易量都仰赖连接欧洲和亚洲的苏伊士运河 而根据劳河传播日报估算 单日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东西向货柜贸易额大约是96亿美元 这个意思是运河封闭之下 每个小时贸易损失将达到4亿美元 也就是新台币114亿 而另外根据法人的分析 如果运河堵塞长达一个星期之上以上的话 全球船舶周转率下降 市场供不应求会更难解决 连带影响全球运价走高 尤其是欧洲的欧洲线的运价 现在有传出来就是说这个统计 如果这个就是货轮它卡在这个地方 长达两天的话 可能全球的整个精损将超过5400亿 而还有报导指出这起事件恐怕造成 全球货柜船供给短缺情况更为恶化 增加欧洲港口未来几个星期码头 拥塞的风险 而石油和天然气贸易也会连带受到影响 由于苏伊士运河瘫患 国际油价24号大幅反弹 业界消息现在来源指出 就算货柜轮很快脱浅 保险业者恐怕面临天价索赔 路透社报导 长四轮投保在日本市场 而这种大小的货轮 可能有投保价值1亿到1.4亿美元的 船体和机械险 那全球最大的木僵制造商 他们现在也警告 全球货柜预售量能不足呢 其实导致的是供应短缺 恐怕冲击像是卫生纸在内 这些靠木将为原料的多种日用品 现在外界担心长荣货柜 这个搁浅苏伊士运河 恐怕让问题雪上加霜 而这个时候 有些市场对于家用卫生纸的需求增加 消费者也开始出现了囤货 并且出现了恐慌性的抢扣 业者担心说货运的问题 只会不断的恶化 只将贸易受到严重的干扰 如果制造商没有充足的存货 存货的话可能会影响卫生纸的供应 现在全球两大货柜运输业者的最新消息说 正在评估让船可以绕行非洲 来避开苏伊士运河的瓶颈 总部设在丹麦哥本哈根的马士基集团 在最新的声明当中表示 他们正在评估所有替代的选项 包括让船可以绕行南非的好望角 目前马士基还没有做出决定 决策取决于货轮延误持续的时间 马士基稍早的时候有说 长荣海运租界的大型货柜船长四轮 堵住苏伊士运河 影响了马士基旗下七艘船 而另一方面 德国的赫伯罗德这一家公司也表示 正在监控情势 还有密切关注苏伊士运河堵塞 对于公司服务的影响 因为他们分析指出说 苏伊士运河堵塞影响了 他们旗下的五艘船 因此也正在研究让船 可以转而绕行好望角的可能性 以色列新闻网站报道说 他们的一艘以色列公司的货船 正从非洲坦沙尼亚航向印度 结果在阿拉伯海遭到飞弹击中 怀疑是伊朗发动的攻击 而货船在攻击事件发生之后 曾经禁止在这个海上三个小时 接着就以原本的速度继续航程 以色列官员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而以色列船只在上个月 其实也在同一个区域的水域受到袭击 以色列当时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伊朗 最后要来看的是疫情 在日本部分 东京的疫情要卷土重来的吗 日本首都圈伊都三线 东京千叶奇遇 还有神奈川线 22号凌晨临时才解除了1月8号以来 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 伊都三线首长在24号又共同宣布 到4月21号为止 为了防止疫情复燃期间 预请餐饮店 卡拉OK店的这些营业时间 最晚只能到晚间9点钟 而东京都政府25号又开了这个防疫会议 专家们在这个会议上面都说 22号凌晨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之后 结果发现主要的车站闹区人流增加了 担心民众对于防疫的警觉度会降低 日本感染症的专家 现在就在会议上面发出警告 第三波疫情是因为去年年底 民众过耶诞节忘年会 之后疫情才会扩大 现在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现在正是赏音欢送会 还有欢迎会 以及新的日本的财快年度 4月1号要开始 学校在这个月底办毕业典礼 4月开学典礼 毕业旅行 这些专家都让 专家说如果按照往年来看的话 这个时间点的人员流动量是增加的 很担心疫情会因为 变种病毒株的因素急剧的扩大 甚至比第三波还要严重 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 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我们的全球大视野频道 这是中天新开张的频道 等于就是我们的国际频道 请大家立刻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也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的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一栏 频道精选第二个logo 就是全球大视野频道 请点击进入我们频道的首页 在画面的右上方 有一个订阅按键 点下去开启小铃铛 就完成了订阅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来我们的影片 记得在下方按赞留言 或是帮其他正面留言按赞 都能够帮助中天 好 我们先来感谢一连串的斗内 先感谢小丑鱼 他说小炭辛苦了 还有说阿兵谢谢你支持中天 好 再来是Eric Young的斗内 他说小炭也很美了 不用再照镜子 好 非常谢谢你 然后呢 达斯维达每次斗内都被小炭元点 小炭元都不放水一下 我不要啊 他说呢 休假愉快 等小炭元回来 好 非常感谢你们 再来感谢卢秀琴的斗内 支持中天 小炭元休假愉快 谢谢你点我 好 不过以后也会特别来看看 还有谁是没点过的 然后再度的感谢阿兵 他说呢 谢谢各位的斗内 好 非常感谢你们 还有最后要感谢路过的坤县 他说再度斗内给小炭元 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啊 主播日常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小炭元宿舍的房间 好 我们先看到这张 基本上呢 英国的硕士生呢 都是一人一间房 只有少数的可能是要跟别人 就是有室友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一人一间 然后呢房间里面基本配备 大部分的房型你都可以选择 有自己的私人卫浴的设备 那就是像我选的房间就是这样 那房间大概就是涨这样 那它的单人床呢 大概是比单人床再宽一点点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会去挤两个人 那其实呢柜子啊也都是蛮多的 那也有这样桌子啊 就是我们的桌子很长喔 你真的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基本上我们的宿舍 我们的房间内部就是长这样 那卫浴厕所这边就是有一个淋浴间 你们从镜子的反射应该可以看得到 但是基本上因为很难拍啦 它那个形状所以呢 就是只能拍这个马桶跟洗手台 给大家看 那这个呢就是小汤圆的房间 好分享给大家 好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 等一下呢 8点的时候要记得到我们的子萍 持续的锁定中天城堡会 是由我们的燕影主播来陪伴大家 好那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呢 为了因应大陆军事威胁 国防部将远程打击 纳入了重点建军的要项 中科院昨天在立法院是首度证实 研制相关的飞弹 那中科院的副院长冷静序就表示 目前量产的弹种有一种是陆基发射 那至于发射的距离无法公开 令科呢还有沿岸有三种的飞弹 那根据了解呢 这些是远程打击能力的飞弹 是已经部署的熊二一巡翼飞弹 那射程大约是600到800公里 好所以我们要看到F51失事 第三天蔡英文才到台东去慰问家属 名嘴陈辉文就炮轰了出了这么大的事 小英却忙着跑无关紧要的颁奖和动土典礼 他怒批啊蔡英文就是因为对国防政策束手无策 才会拼命的做秀来视察部队 用冬瓜柠檬还有麻辣锅来制军 还弄得整个部队鸡飞狗跳 我们一起来看 S51失事第三天 蔡总统才到前线慰问和家属见面 名嘴摊开蔡英文的行程 忍不住开火 今天哪一个媒体批评他 动土典礼颁奖典礼 士林地方法院模拟法官 空军弟兄掉两台飞机下台 我去跑这种行程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去跑早就被骂死了 之前视察雷达战 蔡英文请官兵吃麻辣锅 到澎湖烙居请喝冬瓜柠檬 楼桌上绿广军狂战三军统帅 但陈辉文炮火全开 很多人按赞就是对的吗 蔡总统拿了800多万票 可是他是靠政绩连任的吗 保卫我们的国家 是靠冬瓜柠檬跟麻辣锅吗 他束手无策 他面对共击擾台 面对这些我们国军 我们这个整个战备 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他就只好各部队一直跑 我来慰到大家 你给大家贴死 这个就是标准的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视察军队请客吃饭 面对嘲讽蔡英文偏爱往 历任元首没去过的地方砖 创了很多记录 很多部队从来没有总统去过的 他去了 其他总统为什么不去 因为有些单位是不能去的 我不认为总统去雷达战干嘛 你去雷达干嘛 你会操作雷达 你一定不会嘛 我也不会 那你去干嘛 这些冬瓜柠檬的概念 这种麻辣锅的概念 跟那个鲑鱼的概念 是一样的 我们国力的衰退 国家的退步 就是这样子在退步的 把视察当政机 靠网军拼人气 有如此的三军统帅 国力衰退 恐怕也不奇怪 这程序李宥玄台北报道